這一台這麼亮的橘色 它是我以前同事的座駕 也是汽車雜誌總編輯的 對 它其實也是為了要回憶 它跟它爸爸之間的這些情感 其實說真的 Cotina就是跑天下 它其實也是見證台灣經濟起飛 很重要的車款 福特跑天下 對 福特跑天下 因為為什麼 以前小時候 因為我們家沒車 我都很羨慕同學家裡有車 開樹立的 他們爸爸可能是開鐵工廠 開跑天下的 公司可能比較有規模 開千里馬的 幾乎有的都做貿易 因為那個時候福特 當然這個是福特的第一台 對 對不對 福特那時候有跑天下 後來有Ascore 然後就是亞視 然後還有你剛剛講的千里 Granada 千里馬 對 其實一開始1973年 福特開始做的 跑天下其實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車頭 它在德國 它有一個連升車款叫Tarnos 對 然後後來才換到 Cotina的車頭造型 就是像 變這樣 對 這個樣子 這其實算是第二代的車型 第二代 我那個同事小姐 其實他真的很有愛 因為這個故事就是 他在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他爸爸帶他去中藥東路六段 買了一台跑天下 對 就中古車 然後就是這個型 就是第二代 跟爸爸一起去買車 他印象就很深刻 就是他偶爾會 就是他爸爸常常開車 載他去兜風 他就很喜歡那個感覺 後來在姻緣際會的情況下 他就發現了這一台車 然後他就去買 因為要回憶兒時的記憶 但是你知道 我記得我聽他講過 他這一台車 光收入就花35萬 所以也是收入價 絕對比入手價要高得多的 對 那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 Cordina這個車雖然是 他這一台算是七 八年的 可是他很多零件 都已經鏽石 找不到 所以他可以說車體 是幾乎靠老師服 用手工打造的 所以這也是為了要還原 又是這樣慢慢敲 慢慢敲 就是我看他 因為他很多東西都會鏽石掉 會鏽石 而且包括你知道 所以他好像是 你的板金什麼 你可能要切補 對 要切補 而且以前的板金 當然它沒有像杜心乾板 那些可以防鏽 所以你現在要再回來再找 你只能用手工打 而且以前的高騎車很奇怪 它一定要皮頂 我也想不太懂 這車頂現在看起來很特別 對 很特別 這都手又去翻翻 對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窗框 這些膠條 這都很不簡單 然後你看這個火切 你可以看到 它有再重新 重新雕琢的那個痕跡 所以整個再加上 它的橘色的烤漆 我覺得整個是很亮 而且還有一個特別就是 它的原廠的圈 通常都是鐵圈 小姐是說 它的這個車換上13吋的鋁圈 在當時算是比較高檔的 而且這個鋁圈 可能不是原本的跑天下 尬車的鏈圈 但是它是前車主原本就配這樣子 所以這樣搭配起來 其實即使過了那麼多年 我看起來還是覺得很美 很美 而且這個車我覺得 就是真的在路上的時候 它其實挺吸睛的 挺吸睛的 所以一定要有很多車友 一邊看 想說這什麼車 然後你看到福特 然後可能又開始去找資料 想要了解一下它 而且我開過這台車 我當兵的第一任隊長 就是把跑天下運去澎湖 它這一台是1.6 但是它是OHV的引擎 你可能聽到它OHV1.6 會覺得這個引擎到底怎麼樣 事實上它當時有68匹的馬力 扭力是11.5公斤米 搭配四速手排 我覺得開起來跟樹立相較 你會覺得 跑天下多了幾分 沉穩的感覺 因為它車殼也比較重 就是福特當時會給人家覺得 堅固 耐用的那一種感覺 當年跟著爸爸去買的那一台車 現在自己再買了一樣的 要整理成這樣 其實我覺得爸爸知道 應該很開心 很開心 對不對 就是特別的回憶 謝謝 謝謝德哥